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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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避免含量性的钥匙 规律的作息 愉快的心情和适当的运动 要注意的是 按推需找合格的志工指导方能快速的解证 如附近无相关合格的志工 则迎上官网 反复多看张一世的手法教学影片 《2019简易坐姿手法示范》 力度由轻到重 以患者能接受为宜 缓慢 循序渐进 以达到解证的目的 按推前后均可以补充内热源 并以外热源温职 四周的环境尽量保持温暖舒适为宜 必要时可开空调 三 如果操作后有相关的问题 可拍摄按推的手法影片 及详述相关的症状 以便针对相关的问题再做回答 必定对患者及家属对原始点实际的操作有更大的帮助 这个患者提问 他有接触过原始点 那因为他已经肺癌加上重度肾衰竭 然后西医下一页 好像西医要求他洗肾 那可见他还没有洗肾 那这时候应该怎么来处理呢 第一个 他还是以西医的诊断作为发问的题目 那我们说过了 西医只是一个病名 那这些病名还是属果 不是因 那原始点是以症状为主 然后从果推因 从因下手 也就把疾病之因体相及热能不足解决 这样就可以达到解除疾病的目的 那如果以患者他没有提出症状 那光就他检查的部位来讲 那不外就是肺跟肾嘛 那就是上背部跟下背部等于整条脊椎都有问题 那所有疾病不外体相及热能不足 所以这时候要按推脊椎两侧 然后再配合外内热源 那至于怎么做 按推怎么做 刚刚还有热源怎么使用 我们志工都已经回答很详细 这一部分我就不再多说了 所以如果能够找到合格志工 那家属能够赶快学是最好 那如果患者本身 万一他也没有这么好的阴言 附近也没有志工 那又面临到这样 怎么办呢 第一个 如果你知道原始点的方法 那你就知道整个脊椎两侧 可以叫家属帮你涂姜粉泥 那如果按推他不大会也没关系 你就看桌角或是怎么样 自己顶顶看哪里有痛点 如果实在都没有办法 那就是用运动来补充 我一直觉得有时候 你懂得你哪里有问题 那就从这里加强 比如上背部 那可以做的 比如说仰卧起坐 伏地挺身 甚至于家上半身的拉筋 这些都对患者是有帮助的 如果是在不懂原始点的位置 那就靠运动 然后再来靠热源的补充 我相信这样对你也是会有帮助的 那再补充一点就是 如果万一洗了肾之后 这一辈子都要洗肾了 因为洗过肾之后 它以后的代谢功能就会变得很差 完全就要依赖机器了 所以洗过肾以后 你再想用原始点说以后要不要 有人一直在问 以后可不可以用原始点 然后不洗肾 当你一旦洗了一段时间之后 想要用原始点再恢复你原来的体质 很难 我只能这样说 目前还没有志工提供给我 已经就是洗了 比如说几个月或几年了 那还能够把它完全的用原始点 把它身体恢复到毒出 好像我还没有接到这样的案例 所以在还没有洗肾之前 是可以做到 也就是经过这样的努力 整个机能 肾功能什么都可以恢复 因为原始点讲 体相及热能不足是因 那你只要给它对的 身体本来就有自意力修复力 它就会恢复到原来 好 那我补充就补充到这里 那也很感谢志工 回答得蛮详尽的